重秋佳节快要到了 很适合将带有团圆保佑意向的文旦幼 送给亲朋好友 来看新北市政府农业局结合巴里区农会 共同举办的新北幸福幼平安幼的活动 除了让消费者方便购买之外 农业局长李文也表示 新北市文旦幼年产量约有7000多公顿 加上地理环境家栽培出来的柚子果肉多汁 口感好 值得大力推荐 现在正是巴黎文旦幼成熟的采收期 新北市政府农业局结合巴黎区农会 共同举办新北幸福幼平安活动 让消费者方便购买 农业局长李文表示 新北文旦幼年产量约有7000多公顿 比起云林斗六还要多 加上拥有地理环境家栽种出来的柚子果肉多汁 价格后价值得大力推广 新北市的柚子一年的产量大概有7000公顿 那最重要这个比斗六还要多 那最重要一点是新北市的柚子 占的我们的我们有地理之变 有火山有淡水河 有很好的大汉溪等等 所以新北市的柚子最重要一点 除了甜之外 还有现在大家最重视了酸酸的果香 所以新北市的柚子才能够屹立不咬 巴黎区农会理事长蔡秋皇表示 希望疫情快离开 同时也推荐今年产区种植的柚子 品贱果实甜度超过有12度以上 品质家欢迎市民到巴黎品尝文旦幼 我们幸福又平安 希望我们以前可以滑起来过去 我们可以幸福又平安 我们北市 我们是我们身边是最大的商务人 这个品质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品质出来都有12%12.7的品质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可以共同来我们巴黎 来给我们品尝巴黎的油 中秋佳节快到了 很适合将带有团圆保佑的好意向的文旦幼 送给亲朋好友 农业局表示这项展社会活动 至即日期到12号为止 欢迎大家到新北府中路前广场购买 优质文旦幼贾边安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采访报导